这期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回国过程吧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回国攻略 Sawaddy Cup 大家好 我是TaiFans 昨天没有更新视频了 因为我回国了 昨天一直在路上 这期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回国过程吧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回国攻略 我是从泰国曼谷飞回的广州 如果在其他地方飞的话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吧 因为现在回国的流程应该都差不多的 现在回国应该分为这几个步骤吧 第一 订机票 第二 核酸检测 第三 送船检测报告等绿码 第四 去机场出境登机起飞 第五 到国内入境 第六 酒店隔离 订机票 这个跟以前没有什么区别 很多app上都可以订 只是说价格比以前贵了很多而已 什么飞租啊 协程啊 去哪儿啊 还有各大航空公司的app上都是可以订的 那曼谷飞回国内的航班都有飞哪里呢 有飞上海飞广州飞昆明成都还有深圳的 比较稳定的是飞上海跟飞广州的哦 叫五个一航班 五个一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有兴趣的话可以度量一下 如果其他的地方啊 可能会出现订了机票然后取消航班的可能 当然这个费用是退回来给你的哦 但是这个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行程了 这其中啊 上海是航班最多的 每周好像有三个航班 而其他的地方呢 每个星期只有一趟航班 然后第二呢 是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的费用是五千泰铢啊 这是可以讲价的 要核酸检测的机构啊 在 大使馆的网站上都有 有很多 其实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先做了核酸检测才预定机票的 因为如果核酸有问题的话 就上不了飞机这个机票就浪费了 退也退不了多少钱 但是实际上这样啊 根本是行不通的 因为时间不够啊 要求是核酸检测后 48个小时内必须要登机 按我的流程啊 哈喽 现在去做核酸检测啊 现在是早上的7点16分 去早一点 因为怕堵车 去核酸检测不用带什么 就带好护照 还有交钱的时候 他会发一个护照预约的信息给你 还有做好防护就可以了 提前了10分钟到 我还不确定是不是这里啊 去看一下先 我到看现在有一些人在那里排队了 应该是这里的 在那边排队 看一下 走吧 去看看能不能排个第一 很多泰国人也在这里检测嘛 据说现在啊 因为泰国的疫情太严重了 很多感到不舒服的泰国人啊 想去院预约检测 但是又排不上号 所以他们也只能跑来这些专业的检测机构来检测了 所以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啊 我们回国的检测啊 就是你把预约信息给他看 他们就会拿出事先打印好的三张文件 给你签字就可以了 大概也就五分钟的时间 大概签名什么就剪完了 而且不到八点他们都开始了 我还以为要到八点 所以说来早一点也没关系 反正剪完就走了 现在才8点07分 就剪完了 我是早上八点去做的核酸检测 到下午的十九点这样才出检测报告 如果大使馆能够加班审核 再加上顺利的话 大概到晚上的21点就能拿到绿码了 而我的就比较惨了 那个报告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 第二天早上九点半才能出检测报告 然后我马上上传 大概到十点多的时候才出绿码 幸好大使馆比较给力了 一个小时就把绿码给出好了 如果是先检测再订票的话 就要订当天的或者是第二天的机票 这根本就订不到了 现在好多人回国的 我回广州的这趟飞机都坐满去了 第三就是上传检测报告 这个很简单 就是在一个微信的小程序里面上传 这个小程序叫做防疫健康码国际版 很简单的就是填写自己的机料 然后在两项的检测那里选择阴性 我们这一批回来的有一个居然显了阳性 我也是醉了 不过这个也没有关系 因为上传之后你发现了还是可以改的 还需要上传护照的签证那一页 还有出境页 还有入境泰国日期的那一页 还有如果有延期签证的话 还有延期签证的那一页也要上传 还有检测报告跟机票的行程单也要上传 检测机构也是可以帮上传的 但是他要收费500泰铢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自己传也是很简单的 因为检测机构他也会发给你一个上传的流程的 就按照那个流程一步步的填写要上传就可以了 就在上传的时候再从头检查一片看看哪里有没有错的 然后就上传 如果实在是上传之后才发现错的话 也是可以重新申报重新上传的 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 第四就是登机起飞 现在最好能提前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这样到机场办理直机 因为现在人确实也多 我们这个航班办理直机的排队都排了好长的队 而且现在也要填一个什么资料 就是扫二维码在手机上填的 排队的时候就可以填了 办好拿到登机排后就安检 什么和平时一样的流程 在准备出境的时候 如果你的签证还有好久才到期 而且在签证的有效期内还打算返回泰国的话 就像我一样可以办一个回头签 在机场这里办回头签的话是要收费一千泰铢 这个办理回头签的这个点 是在准备出海关关口的那个检查点的旁边 在机场这里办回头签是要收费一千泰铢 需要一个两寸的照片 如果没有的话他那里也是可以帮拍照的 要收两百泰铢 还要填一个表 这个表全部都是泰文的 如果看不懂的话他也是可以帮填的 也是要收费两百泰铢 我觉得就直接给他填就得了 两百泰铢 他也会开心一点也会办的快一点 这个办理的流程大概就十分钟这样就办完了 但是他这里是没有找零的就是没有零钱的 你要事先准备好一些一百泰铢一张的拿去给他 然后就是出镜了 出镜的时候要准备好护照和出镜卡 出镜卡就是入镜泰国的时候填的那个入镜卡上面的那一小小的那个页 有海关盖章的 然后就可以走去登机口了 这里要经过的这个免税店king power大部分都是关门了的 只有零零闪闪的一些店铺还开着门 这个换钱的这个口还开着 但是汇率还是低的离谱 当然那个免税店的取货点也还是开门的 我们飞广州的是南方航空的这种大飞机 我记得那个医生张鸿文也说过没有必要穿防护服 带好N95口罩 带好护目镜就可以了 我们这一趟航班大概有一半人穿一半人不穿吧 我的是我朋友去年回国的时候想穿要买的 因为去年泰国疫情不严重回来基本没人穿 所以他也没好意思穿 但是又开过了所以我就穿上了 在飞机上也可以保暖了 如果不穿的话就穿好长裤长袖的衣服就可以了 最好可以带一个外套 因为飞机上真的很冷啊 而且这个时候啊如果感冒了就不好了 第五是又进啊 又进这个就没有什么了 跟着走就行很多关卡 很费时间 在机场要做一次核酸 这个核酸很痛苦啊 就是把那个棉签很长的棉签插到鼻子里面 然后15秒不能动 过了15秒后才能拔出来 核酸后会在护照的背面贴上一个二维码 然后出机场的时候要少这个二维码的 我觉得应该是啊 就到我们出机场的时候 那个核酸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如果核酸检测结果有问题的话 就不给你出机场 就在我出机场的前面几个人啊 就因为少那个二维码 然后不能出去 就被工作人员叫返回去 应该是要重新检测了 这个过程很久啊 我们降落到广州的时候才是九点多 到出机场门口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走完所有流程啊 行李还没有出来 可能是因为要消毒的原因 等了半个小时行李才出来的 最后第六啊是酒店隔离 出来就排队上车 然后就送你到隔离酒店 我住的酒店呢是在重化区这边的 好远 来到酒店的时候已经三点多了 真的是又累又饿啊 中午从曼谷家里面吃了一碗饭出来 然后就没敢摘过口罩 除了核酸检测的时候啊 和我们一个航班回来的有很多小朋友啊 真的是难为这些小朋友了 虽然说是不认识的 但是想想这些小朋友自己都觉得心痛啊 真的是太折腾人了 到了酒店就马上换衣服洗澡 然后泡个泡面 酒店事先准备好了一碗泡面 跟一罐的八宝粥 吃完泡面我马上就开那个八宝粥吃了 然后不小心把那个拉环还拉断了 然后本来想说第二天才找酒店换一个好的 然后等不了这么久了 直接找个东西 直接把盖子砸开 然后直接吃完了 吃完了才安心的睡觉啊 一觉就睡到了今天下午的三点多 直到工作人员来敲门叫我起来量体温 我才醒的 工作人员还问我说你怎么还没起床啊 我说五点多才睡怎么起的那么早 然后剪完我一看才才发现已经是三点多了 关于能不能同住一间房间 呃夫妻是可以的 还有需要照顾的老人和小孩也是可以的 夫妻的话应该要事先准备好那个结婚证 那隔离是要隔离几天呢 呃在曼谷的时候听说是要隔离21天 但是来到酒店这里说啊是14天 就是从8月2号到8月16号 那到底是要隔离多少天呢 还是说在这个酒店隔离14天 然后又去别的地方隔离7天呢 现在我也不知道应该要等16号才知道 到16号的时候我再拍一个视频 告诉大家整个流程吧 嗯这是拿中国护照的人的回国流程啊 其实如果碰巧你不是拿中国护照的话 流程也是一样的只是说 在这之前要先办好签证就可以了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算是一个回国的小小的攻略吧 呃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还可以咨询我 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大家 下期我再说一下我为什么回国 还有看一下隔离的酒店隔离的一天都要做什么 能做什么 还有啊虽然回国了 我还是会持续的关注泰国的情况啊 因为已经办了回头签了 还是想回到泰国的 好了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 关注YouTube上的朋友 请帮忙按赞订阅 谢谢